舞蹈老师上镜是如何做到让皮肤嫩滑发光的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每天跳舞 身上到时候可可碰碰的 那个过程又苦又累 但一上台上镜就自信有大方的 其实超简单 先说个免费的哈 运动出汗 有一点点运动经历的人应该都明白吧 运动出汗过后的那个皮肤 看起来是微微透红的那种 摸起来也是滑滑嫩嫩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舞蹈生皮肤那么好的原因之一 其实就是身体巡化好了 才让皮肤有内耳外的健康 所以能动还是多动不动吧姐妹们 每天搞个十分钟的内皮态呀 超爽的 然后再说辅助 涂身体乳 别说你懒 对比一下你每天要往脸上涂多少东西 身体几乎也得好好补补 像我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后背就很爱自己扫疙瘩 但是身为爱美的艺术生 怎么能允许呢 咱就是主打一个用护肤思路做身体护理 想要细腻光怀的皮肤还得用酸 比如凡士林果酸身体乳 这里面的5.5%的果酸双醉浓度 就已经是允许范围内拉满了 成分排第二的就是乳酸 这个去角质超有用 快速清理老费角质 再靠乳糖酸来做个保湿 看看这细嫩光滑的皮肤 我还特地保留了素材来对比变化 这可是用高清相机来拍的啊 它整个就是一乳液之地 特别清爽好推开 夏天用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想要感觉来得更快呢 麻烦你们每天都涂 不用担心这个酸完会有刺激 像我这种皮肤超容易红的面积 拿到手都是直接上的 身体皮肤和面部皮肤一样 你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 不过呢 有凡是领骨 酸身体乳还是可以快一丢丢的 再说一个他很吸引我的点 抗糖技术 让我们吃糖没有欧洲人多 但是家伏我们天生黄呀 总护肤的人应该都知道 抗糖有多重要吧 皮肤黄还操的姐妹 这会太心动了 健康性能的好肌肤 真的上进幼稚性还加分 身体肌肤的每一寸 都值得被好好对待 要和脸蛋一样一视同仁 好 好 好